美国猎人在郊区设置了大量的隐藏摄影机 想要借此来追踪猎物的踪迹 但是呢 他事后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 发现自己疑似拍到身形诡异的灰色外星人 因为轮廓十分的清晰 现在引起了全球网友热烈讨论 外星人真的存在吗 这是科学家一直想找寻的答案 美国蒙特拿出一名猎人 宣传拍到了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还在郊区设置了隐藏式的摄影机 借此追踪野鹿晚熊等猎物的踪迹 但他事后检阅影片时 却疑似拍到了外星人 照片中可以看到身形诡异的人 看起来全身赤裸 头部的比例占太大 从镜头前快速地跑过 他所拍摄的地点被称为鸿门 充斥着幽浮的超自然活动 有居民曾经看到不明的飞行物从天空飞过 还有农场中的动物在一夜之间遭到屠杀 种种诡异的事件都被认为与外星人有关 难以解释的画面还出现在这里 当地有人捕捉到了雪茄状神秘物体 在天空盘旋了两个小时 同时发出了刺眼的白光 他认为无人机无法发出如此壮观的光线 诡异的影片曝光再次引发了全球关注 记者松口报道